來看一下高雄霸函的最新進度 好 回到現場冠庭 不是對不起 什麼叫冠庭 我們的FD叫冠庭 這個哨庭 哨庭冠庭 年紀大 常常吹劑也怕乾 隨著這個罷免的進程 慢慢進入了所謂高潮的階段 真的是越來越高潮了 過去在檯面下在作業 現在慢慢浮上檯面上 而且整個輿論焦點慢慢的轉過來 我這兩天我大概搜尋一下 這個AC News 傳統有線電視台的收視率調查 奇怪 罷函的收視率 特別在政論節目裡面 已經明顯的超過了 疫情的相關新聞 這到底對韓國瑜市長 對國民黨來講 是一個好現象還是壞現象 OK 那包括一些舊事 在這部分又被重提了 羅志強他過去講的 最近就拼命拿出來講說 請問一下 過去高雄氣爆1億3千萬 這個善款裡面 有1億3千萬拿去做律師費 你也稍微交代一下 這個跟罷函有直接關係的一個消息嗎 如果有疑慮就該送法院就送法院 該送監察院就送監察院 看起來所有的善款的資印的資料 不是都在現任的韓國瑜市長的市府手裡嗎 有問題就拿去辦 為什麼要讓外圍的人一直在講 你什麼1億3千萬拿去拿去 3千6百萬的裝置藝術你是怎麼開的 有事就拿去辦 如果有問題我就站在這邊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查氣爆善款 罷函勢君子的某一位 陳醫師他說被控制 進行對他做政治罪殺 因為最近監察院有對他進行約談的動作 那約談的實際是不是太敏感了 劉四方說 劉四方為說 這根本是微微就韓 就韓國瑜 那是政治追殺嗎 這個發起約談這位監委說 我不知道陳冠榮 你到底在這個案子之外 有什麼樣其他的角色 那這個被約談的陳醫師 他也就是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政治追殺 他說因為目前相關的這監委 都是馬政府時代所提名的人 他大概就是認為說 經過一些訴訟 以及一些惡意的追殺 以及經過監察院的抹黑 就可以讓我知難而退 陳醫師說絕對沒有那個事情 那這個尚英雄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如果這個陳冠榮 醫師講這些話 說什麼要用政治追殺 我覺得他有點聯想力太豐富了 其實剛剛文嘉年也講 對於上款的運用 如果有任何的懷疑或意見 或者查出有真的疑似不法 就送檢調 對 或者送監察院 對 那送了監察院或檢調 就會啟動 是 調查程序 那陳冠榮在昨天 就在昨天而已 他們其實他到監察院去一些約談 其實不是針對他個人 我要這邊先澄清這件事情 他是針對當時有個叫 民間捐款的管理委員會 裡面所有的成員 我想全華在這邊等一下可以補充 所以不是針對你陳冠榮一個人 是針對這個委員會 委員會裡面所有人都發通知了 那你能去不去的話 是你個人 如果去跟監察院說明 因為每個人在管理委員會裡面 辦你的角色不一樣 你也可以去解釋說 你質疑的那幾個項目 都不是我的當時涉略的部分 都可以 你可以跟社會大眾公開這些事實就好 何必講到什麼 什麼政治追殺 那要你不要去做罷罕的動作 你何必要把這兩件事情扯在一起 是不是這樣講 那公文我都有 那公文很清楚 監察院給的這個公文 就是很清楚的要所有管理委員會的人 這是一個通知嘛 是不是 那你何必 陳冠榮講的一副說 他就是針對我而已 沒有這個必要 那所以我才講說 罷罕我們是尊重 你絕對有你的罷免權 但是我覺得 不要在整個過程當中 有過多的操作 那我覺得 好比說他講說 陳雄文是不是要 要辭這個高雄市選委會的主委 這個是一個慣例 不要說慣例 這一般各縣市也都是這個樣子 整個高雄市選舉委員會裡面 除了陳雄文副市長是因為 韓國瑜市長當選之後 然後因為他是副市長 他當為這個主委之外 裡面所有的總幹事 裡面的包括組長 或裡面的成員 都是在陳菊時代 所有一樣的公務人員 我覺得很多事情就讓他依法行政 如果你真的提出有任何違法 那我覺得違法的話 那就是一槍斃命 那我覺得沒有這種情勢之前 不要做過多的聯想 或者是提及 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剛才這個邵庭 邵庭 邵庭 他說這個狀況 您的回應是怎麼樣 特別說他講要說 這個約談是一群人 又不是針對你 你會有點小提大做 那陳醫師有回應說 本我想他不太了解 認識我們高雄人 我們高雄人的個性 其實吃軟不吃飲 但永遠都會堅持對的事情 對於罷韓相關的事務 我會堅持下去 到目前為止 陳醫師可能還是認為說 他被監察院約談這件事情 可能是對他所從事的罷韓工作 有一定成縝的明示或暗示功 另外一個走 我認為是不是陳醫師有這樣的解讀 那您做一個回應 第二 邵庭兄也提到說 包括這個陳雄文副市長 擔任這個選委會的主任委員 是否有 怎麼講呢 因為他是韓市長所任命的政務官 他的進退一定會跟韓市長的罷免 與否會同進退 也就變成說 他是利害關係人 當然這是一個慣例 但維持一個制度的中立性 超然性 慣例之外 可不可以說 好 我尊重高雄市民的名義 我不做 我就讓經常性的文官來做 你認為這兩種選擇 你的價值判斷是怎麼樣 我先講散款委員這件事情 事實上不是真 不只是 就是說一方面不要說政治聯想 為什麼 他是監察委員 監察五院之一的監察委員 等於是一個部會首長 他在做任何政治動作 對人民來講 他就是一個政治權利的形式 他沒有什麼 並不是說人民過多的政治聯想 何況是跟這一次運動 時間點這麼結合 第二件事情 是有關於這個時間 2014 那個氣泡是2014 也就是六年前的事情 事實上這過程中 我們都經過很嚴格的考驗 包括畢方議婚 那時候我們的黃紹婷議員 也給了這個案子 很多的一個質詢跟監督 非常的好 我們甚至在2015年的時候 立法院也特別針對這個散款 我都可以跟大家報告 這個完整名稱 高雄市政府有無濫發各界散款 立法院的委員會就針對 這樣子一個專用 針對散款進行過報告案 以及質詢 甚至在講監察院的本身 在2016年的時候 監察院也針對這個善款的使用 監察委員發提起過調查 而且最好最荒謬的是 當年提起調查的監察委員 跟這一次提起調查 監察委員竟然有五個 當中有四個是重複的 那委員你們是不是 監委們你們是不是會浪費公帕 除非有什麼新市政 還要說結文要講 你為什麼四年前 為什麼四年前 你四年前那你要不要告訴我 你如果說你真的是四年後 你又有新的市政 那四年前是怎麼回事 你四年前是不是潦草 你為什麼要潦草結案 何況在這個時間點上 進行這樣調查 對 那這個善款的部分 我會 尤其這個整個 包括說從韓國市長一上任 包括針對前朝的 已經早就說 很多已經併案的東西 一直窮追猛打 我覺得那是非常非常 我要認知 那是非常非常不符合 民主精神的 你根本就是現任的議會 現在的媒體 應該是監督現在的市政 你怎麼全部的人 去這樣子 這樣微微救救方式 狂打前朝 那請問 經朝當朝在做什麼 誰在看誰在問呢 所以我根本覺得 他就是一個 用這種 一個掀起整個的風雲 然後來躲避自己本身 應該面對的一個市政成績 我真的覺得 當然一方面也去 獲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後第二部分 有關於這個 陳雄文副市長部分 我一定要跟議員 還有跟各位 那個觀眾朋友報告 並不是所有的市政 所有的各縣市政府的 這個選委會的主任委員 都是所謂的副市長擔任 這樣法有明定 秘書長 那個副市長或者是幕僚長 幕僚長都可以 就秘書長都可以 然後所謂的幕僚長 就是秘書長 就是所謂的公務員 公務員當中 最高職等的一個幕僚長這樣子 那事實上 在高雄市政府 自從陳菊 在我們在最後一任的時候 長期都是由秘書長擔任的 用長任文官 對 由文官的中立制度 來維持這個選報法的公平執行 甚至韓國瑜先生 你本身當選的那一任的 那個選委會主任委員 就當時候的陽明州秘書長 而陽韓市長上任之後 也這個 有一度繼續留任他 有一度也是一樣 由秘書長擔 他知道去年9月 整個罷免的氣氛起來了 他去年9月緊急換了陳雄文 接任這個選委會的主委 把陽明州請走了 對 這個其實也是要巧合 我們預估說 他其實那時候 已經建築罷免案 將會成案 所以他有這樣子一個準備 我們覺得說 政策上他推行可能不力 可是在政治的謀算上 他到底倒是先算一步 所以這部分的一個 而且如果說 到底這個選委會的主委 是不是適合讓自己的副長擔任 我只要講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解職 這個解職 如果這個選舉 依照今天我們這個選委會主委 中央選會主委 他預估說選舉 這個整個罷免投票 可能是在6月中旬進行的話 一旦通過同時所有的韓國瑜市長 他所任命的政務人員 全部同時解職 包括機要人員 這個不叫做利益相關 什麼叫做利益相關 就是韓國瑜同時解職 同時他所有的人也同時解職 那這個案子等於是說 罷免韓國瑜也罷碎了 這一群政務官的飯碗 這不叫利益衝突 什麼叫利益衝突 而且如果陳雄文的副市長 如果你還在疑議自己 為什麼要辭掉這個選委會主委 我光是問一件事情 去年在進行這個整個立委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是我們黃議員的好朋友 我們高雄市的那個追蹤器議員 陳麗娜議員 他的先生本身就擔任 高雄市選委會的委員 他辭職了 因為那時候陳麗娜議員要選立委 他因為有間接利益的關係而辭職 他只是委員 他只是因為間接利益就辭職了 陳雄文 你根本不是間接利益 你叫直接利益 你就是會使得韓國瑜的罷免與否 而範圍就砸了 第二部分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禁見 為什麼 因為委員不過就是合議之中的議員 可是選委會的主委 你就是主辦這一次罷免案 所以我不認為說 為什麼陳雄文 副市長你還可以擔任這個委員 而且我要再講一件事 為什麼法可以明定副市長 副市長還有副市長擔任選委會 主委這樣一個空間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選舉都是不記名投票 所以相關對人民的恐嚇的成分 就沒有那麼高 如果今天市長 他稍微有點民主精神 他就會任命幕僚長 就算沒有任命幕僚長 是副市長擔任 今天不記名投票 副市長擔任選委主委 他可能不會對人民 產生那麼直接的痛恶的效果 可是現在我的罷免是姓名 戶籍弟子身份證字號 出生人員都要使得一清二楚的 那怎麼會是跟一個 跟韓國語這樣命運與共 利益相關的人擔任主任委員 他隨時可以調閱這些罷免的名單 而且今天要講最重要 最後一件事 就是有關查隊人員這部分 因為現在等於是高雄政府 動用了所有的護政員 來做這個查隊 那今天你副市長在那個位置上 我們要講今天 護政人員狹屬在民政系統下面 護政委員 護政所的主任要去提拼 什麼的 就是這個局長 要報副市長 報市長所決定的 就是說我這個查隊 查隊人員是要看這個 副市長的命運 來決定自己的未來的仕途 那這個沒有利益相關嗎 甚至現在最新的訊息 現在還在查證當中 我們有個議員 今天在他的臉上 透露個消息 每一個查隊 這個協助這個查隊 這個連署罷免書 這個護政人員 每查隊一件是2塊錢 可是如果查隊出有誤的 還增加3塊錢 現在還在查證這個訊息 現在還在 因為這是學員會自己傳出來的 我只是說現在有臉書公開 披露這樣的訊息 所以我們還在查證當中 不過我要講 所以用不同的差別誘因 鼓勵你把查核的焦點放在 你認為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你挑出來就好像我們在做手工一樣 挑錯還有獎金 不過這個還在查證 我要先說這在查證當中 還在查證當中 不過2加3我不覺得它是最大的利益 它一點利益其實不會太大 最重要的是那一個副市長 在那個位置上 對每一個公務人員造成的恫嚇效果 以及所有這個簽署罷免書的人 他的資訊全都漏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罷免案過不過 是不是會影響我的 雖然這還包括一個查詢單 這個部分 還要針對這個有意義的部分 市政府竟然還可以發查詢單去問說 例如說王小姐 你到底有沒有簽這個連署罷免書 所以說用雙掛號寄過去 你如果沒接到沒回 這個按照 因為我特別問了一下中選會 這好像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全面性的 就是你有一些有課述的部分 我覺得楊翁佳你簽這個 你看到這樣我有些疑點 我在用書面的好好表現 可是我要再講一件事情 這是第一次 因為事實上中華民國是第一次 之前實行過幾次罷免 可是針對民意代表 從來沒有這麼樣直接相關 針對行政首長 然後行政首長 他有了政治利益 跟這個主辦這個罷免的案的人 利益這麼的相關 所以事實上不代表說 這樣那個法裡面所明定的空間 都應該是被當作借口 對我來說有啊 發又寫副市長我就可以做 不是這樣子的 就像剛剛在講這個 這個口罩部分 我們一定在實施的過程中 一再去修正 所以包括查詢單 這個部分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市政府可以發出查詢單 今天如果說是罷免市議員 罷免這個立法委員 當然是可以發出 因為他是一個代辦機關 可是今天你發查詢單的 這個對象是針對你的工作 會影響你的工作 這個政務官利益的 為什麼可以是由市政府的 由市城級的選委 會來發出這個查詢單呢 所以其實我們高雄這邊提出一個主張要求 這是罷免 好啦我們高雄答應是白老鼠 我們實驗一次 可是我們要求 接下來要針對罷免這部分 做一個嚴格的修正 包括即使有查詢單 他應該的 因為查詢單 如果說真的有意義的部分 可是應該是到中央選委來做發起 有做中央選委做處理 他應該要做這個利益上迴避的 否則你看你市民 今天文家大哥 如果你收到你所選 例如您如果住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問你說 你是要罷免給我們市長 你不會嚇到嗎 因為表示他寄到你家了 他知道你家在哪裡 他知道你是誰 這對我自由意志 不需要對特定人士表達 我覺得有某種程度 對於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個一個很核心的憲政價值概念 是有一點點挑戰 我有一點點擔心 我覺得我聽到這份 我先講一句話 如果查詢單 就像時期講的 本來就是在辦法中有的 那我們不要去 你都要改變人家 從立法的層面去講 現在無論是高雄市政府 選委會或者過去的黃國昌罷免的時候 都是按照規定在做事嗎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查詢單拿出來 好像說高雄市政府在製造白色恐怖 我覺得這樣講話是不負責的 我有聽到 比如說南部一些朋友說 高雄市政府似乎是想要 大規模的激發這個所謂查詢單 那這個大規模到多大規模 因為法也沒有明文規定 所以很多朋友說 譬如說我先打一個人的槍 這位同學你現在對不起 長期栽培你厚愛你的 韓市長跟你的加分姐 這個叫做黃偉漢同學 他說韓國瑜有天險 他說第二階段半個月 才收集40萬的連署書 而第三階段要8個小時 要投出50萬票 他說韓國瑜會真正 真的會被罷免嗎 才會真的罷免 他說不可能的事情 你在投票投出50萬票 那麼不可能 你顯然不知道 高雄人 甚至你顯然不知道 民進黨的群眾的投票心理 我認識太多民進黨人 要有白鎖黑鎮 我楊文嘉 我贊成罷免韓國 我才罷免 我才不想把資料 留給任何的公部門 但是你叫我去投票 我罷免就去罷免 你看 你說這位沒有在幫你的國瑜兄 幫你的加分姐加分 是在更激起民進黨的朋友們 或是罷免的朋友們的同仇敵愷 我開你一個小玩笑 你知道生氣的女朋友 跟恐怖分子的差別是什麼嗎 恐怖分子可以談判 我跟你講這次要罷免韓國瑜的 通通是被拋棄的女朋友 都是被你韓國瑜拋棄的女朋友 嚴重生氣當中 不可憐跟你談判 韋漢同學 花點腦筋 你已經被捧成 我們沈富雄沈醫師之外的 台灣的政治評論家 這個評論非常的不夠 評論家的資格了 好不好 請勞 靜視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